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4月25日 星期二 來到上午第一節先和各位網友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據報借錢黨在各區湧現 最新有人再將經歷寫上網被人跟著 今次主角是因為內地在香港留學的女學生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令B相據報翠林村的業主租人冒簽授權書 據報警方採取行動 拘捕了一個30歲的男子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跟進一下日前Uncle Ray的事件 據報他的契仔兼助手昨天開記照 講講整個過程 當中曾經提到Uncle Ray 在醫院中有叫到醫護人員不要再搞他的性器官 整件事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佳因當中牽涉究竟有沒有強插尿喉 據了解醫院方面是再度致歉的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礦咀魚的頻道 看廣告月牆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話說內地女子大慎在紅磡遇到借錢檔2.0 那人就說自己過大海輸了兩百萬 無事會被狂跟蹤 報導的內文提到日前一位來到香港留學的內地女生 在小紅書之上發帖文表示 自己晚上回學校宿舍的時間 在來這個宿舍路程只有一分鐘的紅磡致富都會 遇到一名新穿一新名牌的男子突然擋住他 就問哪個銀行櫃櫃可以拿錢 而正當他向他表示這個時間都已經收工了 那個男子就說自己在澳門百家樂輸了二百萬元 被微信限額 現在沒錢買東西吃餓死我 因而想問這位女學生借錢吃飯 事主表示該名男子本來表示要加他的微信 再給他的朋友轉給我 結果他的帳號是違規 所以想要事主的手機號碼 但事主又感到奇怪而沒有給他 而事主對此本來也傳有疑惑 認為對方可能是騙子而不加理會 但當事主不理那個男人 他竟然一直跟實 令到事主害怕對方會一直跟蹤他 跟到他宿舍 而最終屈服在那個男子之下 花了七十元請他吃飯 從事主所發布的照片可見 那個男子短頭髮身形較為健碩 說一身名牌手拿著iPhone 從外觀來說不覺得他經濟之上會有所困難 事主更貼了一張該名男子在餐廳點餐的單據 單據之上可以看到那個男人相當不客氣 除了叫了一碗菜單上較貴的過橋米線之外 還要求加一元要加酸辣湯底 和10元一杯的凍奶茶 鐵文一出 網民就非常驚訝 表示你竟然還請他吃東西 也有人說接著就報警 跟警察說 被變態人跟蹤就行了 為何還要請他吃飯 也有網民就指事主不應該妥協 就說你給他錢吃飯 他就覺得成功了 就天天都在問人拿錢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讀到尾的時間 礦仔也讀到傻了 竟然是被男人跟著跟著 女生屈服 不如請他吃飯 結果真的坐下了 去了餐廳請他吃了一頓飯 但其實這樣做法 是否一個好的做法 還是會造就這個男人天天在問人拿錢 這種借錢檔已經滲透各區 日前屯門才有另一宗類似的案件 不過那個就是離開 但這次他人把整個經歷寫上網 不知道各位網友又怎樣看 另外轉看一下 有關Uncle Ray案件的情況 根據HK01的報道 Uncle Ray入院後 曾經要求不要插尿喉 契仔就說他是有叫 不要再搞他下體 報導的內容提到 樂壇教父Uncle Ray在今年1月13日離世 昨日Uncle Ray的契仔周迅河舉行記者會 內容主要指責伊利莎白醫院 在多方面做得不足 包括誇大病人入院的病情 延誤轉院 抽肺積水的醫生的態度 涉事的醫生不但忽略病人家屬 拯救Uncle Ray的努力與決心 亦剝削了他的生存權利 更加指伊利莎白醫院 在Uncle Ray不情願下強插尿喉 當時Uncle Ray更加強烈拒絕 契仔更加表示契爺當時被雙手綁在病床的兩側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話說Uncle Ray的契仔 兼助手周迅河昨天開記照 亦說明昨晚過後不再回應 將餘下的工作交給政府的相關部門作回應 究竟Uncle Ray有沒有被人強插尿喉 據報當時的景象是Uncle Ray被人綁在床枝上 而他曾經清楚表達不要搞他的下體 這事件亦在等待伊利莎白醫院會否有再進一步資料補充 據報伊利莎白醫院是再度自協的 另外亦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翠林村業主租人冒簽授權書 警方拘捕一個30歲的男子涉嫌偽造文件 報導的難民提到早前將軍澳區有屋苑舉行業主大會 其後警方接獲多位的業主報警 只懷疑被人假冒身份 簽署出席大會的授權書 將軍澳警區重案組人員根據線報及深入調查後 在昨天拘捕了一個30歲姓莊的本地男子涉嫌偽造文書 同時根據HK01相關報道 據悉這位疑犯其實並非該村居民 事件仍然在調查中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及HK01的報道 說的是翠林村的業主大會爆發假冒授權風波 據報有些人已經過世 不過被人簽了授權票 結果令很多業主非常勞氣 去了報警 事件又進展 昨天拘捕了人 未知會不會有更多人牽涉其中 當中翠林村正正有1.7億元的大維修爭議 在去年8月持續至今 看來暫時 隨著假授權票的風波 有人被捕過後 不知道事件會不會有進一步正面的發展 另外轉一下治安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北甲山花園遭到爆洩 不見了數萬元的首飾現金 警方現場一大手殺 報導的內文提到北甲山發生爆洩案 現場消息指昨晚9點多 南戶主返回龍平道4號北甲山花園 第四座地下一個單位之時 發現大門被打開 懷疑遭到爆洩 於是報警 警方接報到場調查 經初步點算後 發現屋內現金和首飾不逆而非 價值幾萬元 警員在現場附近一大手殺 不排除門口未有妥善上鎖 令到賊人有機可乘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繼續爆洩爆不停 今次有機會那間屋的門鎖未鎖好 所以還是呼籲各位網友 尤其是住在鄉郊 或是偏遠 獨立屋等地方的朋友 若然你對門沒有鎖 又加上近來這麼多人來香港賺食 實在是相當危險 記得多加保護好自己的財物安全 另外亦講講這則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巴士全部座位被扣安全帶 我看到這個情況以為是惡作劇 原來背後是有原因的 報導的內容就看到 那位港女在Facebook大埔群組發帖文並附上照片 詢問究竟是甚麼人 這麼空閒 還是有甚麼特別原因 要把所有座位扣安全帶 從他上載的照片可見 巴士上層的座位都被扣上安全帶 令到他非常不明白 直言當下看到有數名乘客照樣坐下 他才敢解開安全帶和坐在座位之上 對於事主的疑慮 網民紛紛解釋原來是和驗車程序有關 就說不定時會有工程部員工突擊檢查 也有人說車廠測試安全帶不會這樣做 有留言說他們即是負責測試的員工 是很少會有時間幫你拆開 驗完就會到下一輛巴士 以上來自HK01報道的網絡熱話 若然有一天你乘巴士 看到全部的安全帶都扣上 你會不會覺得是有天惡作劇 但原來有網民說其實不是 可能就是巴士驗車程序 不過驗完車過後 扣完安全帶就未必幫你解釋 我是蒼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